由于县民服务中心8月起要进行整修以及环境改善的工程 因此营建工程开工申报和完工结算柜台 也将暂时的移往台东县教育处大楼一楼的临时办公处 环保局也呼吁申报人可以多加利用 线上一化的申报系统避免跑一趟县服 台东县民服务中心从8月1号开始将进行内部装修 以及周边环境改善的工程 而施工期间环保局营建工程开工申报以及完工结算服务柜台 将随着县民服务中心暂时移到台东县教育处大楼的一楼临时办公室 持续受理相关作业事项 除了到现场更加推荐业者可以使用一化申报系统 在家即可完成作业提高作业效率外 还可以节省交通往返以及等候的时间 减少纸本申报文件受理 之前有已经采用线上一个申报的作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在业主 还是一些在办业者可以多加利用这样的一个线上申报系统 在空会申报结算 而另外将规划在112年起属公共工程者不再接受纸本开工申报以及完工结算作业 提醒相关业者得多加留意了 介绍R5台东市报道